5月16号台湾的检验量能是16000件 但现在这台机器一天可以检验2000件 等同是取代了八分之一的人力 模拟放入简体 机器手臂动起来取代人力做萃取 接着进入到第二关微量分注站 加入试剂做分析 进到机器里不需人力 全靠机械手臂运作 包含最后的检测PCR都一样 生意公司研发出新一代的机器 一次就能处理96件 一个多小时进到第二关 再送第二盘检体24小时运作之下 可以检验2000件 和上一代相比时间一样 却多了1000多件 将较为繁琐的程序 像是开关检体盖子 多增加一个机械手臂 让作业更迅速 截至5月16号 全台能检验16000件 QVS96S折射2000件 如果有8台仪器加入 就能让全台的筛减量翻倍 减少很多人为上面的操作 避免可能污染 或也保障他们的安全 已经减少他们的工作负担 因为对检体资料 联络卫生局都无法被机器取代 而之前有地方建议成立筛检国家队 目前有着落了吗 并没有所谓这种筛检国家队 但是大家怎么样能够做垂直的整合 跟水平的合作 指揮中心现以简化程序来提升效率 毕竟每日某些医院就裁剪千件 却只有十分之一的量能 陈志忠之前就以补助500万元 向有检验能力的单位招手来帮忙 朝向合作为主 不足国家队 希望能提升量能 让社区更安全 也减少每天的校正回归 TV新闻 讲目以下单 喜欢金英台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 行动